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影内容讲的是跟我们日常不可分割的手机相关 说实话 看完之后还是让我倒吸一口凉气 好了 话不多说 直接正片走起 傅田是个普通公司职员 今天算是倒了血霉 给女友小美发了约会信息后 把手机落在了出租车上 她今天的工作是拜访客户 客户所有联系方式 像我们一样 全部存放在手机里 没了手机 等于失去了一切 让客户干等了几个小时 被领导一顿臭骂 转眼到了下班时间 男友还没来接自己 于是小美拨打傅田电话 接电话是个陌生的男人 男子告诉小美 傅田的手机遗留在出租车上 被自己捡到 男子说 可以归还手机 但她比较忙 她会把手机直接放到九号街 一家叫名品的咖啡店里 让小美直接去拿 男子就不等她了 听完之后 小美当然十分高兴 因为手机的重要性对我们每个人不言而喻 她非常了解男友此刻的状态 傅田这边经过一整天的鸡飞狗跳 终于回到公司 看到小美在网上给她的留言 手机被人捡到并且联系了她 她此时正赶往对方存放手机的咖啡店 傅田一直紧绷的神经 才算稍稍放松下来 当晚 两人来到天文馆 面对满天的流星 傅田说起了让小美如醉如痴的情话 听得小美开心一场 两人来到餐厅 傅田给小美弄了两张演唱会的门票 小美更是激动不止 因为那个歌手一直是她的偶像 而且门票相当难买 她问傅田怎么弄到的 傅田告诉她 自己几乎问遍了大学所有同学 最后通过关系搞到了两张 而且是通过手机购买的 傅田还告诉小美 她装了一个手机定位软件 这样子即使手机丢失 也知道在哪里 同时她给小美也装了一个 两人高兴的同时 她们并不知道 她们早已成了别人的猎物 早在小美取回手机的当天 就有一个神秘男 在指定的咖啡店里 一直监视小美 她偷偷拍下小美的视频 把傅田手机装上木马程序 盗取了她的所有信息 对她们的行踪了如指掌 这边 警方在一个山坡底下 发现了一具女尸 现场挖掘她们发现 女尸腹部被器具捅伤 造成大量失血而死 死者是年轻女性 留着长发 而且她的头发被人用剃刀剃下一缕 很快又有警方在周边发现了四具尸体 手法基本相同 目前看来 这是一级专门针对年轻女性的恶性连环凶杀案 傅田这边很快出现了状况 她的信用卡莫名其妙被人盗刷 购买了大量数码产品 总计价值50多万 傅田一头雾水 她实在弄不明白 自己什么时候泄露了密码 小美这边也发现事情怪异 一直没有联系的公司同事 这几天 一直不停通过社交软件 给她发来骚扰信息 弄得她很是无疑 只是她不知道的是 神秘男早通过傅田手机里她的照片 从网上搜索到她的社交软件 偷偷盗取了她的密码 正在上班的小美 手机收到一条短信 打开一看 是男友傅田和一个女人的合照 貌似两人在一家咖啡馆里 样子十分亲密 小美立刻找到傅田 质问她照片的事情 傅田解释 她在大学当过校外辅导 女孩是她的学生 照片是在女孩姐姐婚礼上拍的 已经几年前的事情了 为什么小美还会收到 是谁发的呢 傅田还给小美看了自己手机上 原来的照片 为了消除女友误会 傅田当晚发挥了自己几十年的功力 好好和小美肉搏了一番 在一次同学聚会上 小美遇到了前学长 看到当年那个四眼钢牙的妹子 如今变得如此美貌和人 学长当场惊虫上头 上来就要啃小美 小美当场翻脸 把学长掀翻在地 小美怒火中烧往家走 突然接到傅田的电话 傅田告诉小美 自己的手机突然被人锁定 还勒索她三万块 如果不付 立刻毁掉她手机里所有数据 两人赶紧找到一个修手机的地方 那个人自称叫前野 是个网络专家 在前野的帮助下 很快恢复了傅田的手机 前野告诉两人 他们的手机被人植入木马 那是一种病毒 可以盗取用户任何信息 她已经帮他们清除掉了 两人分手后 小美独自往家里走 就在这时 她收到一直纠缠她的同事 发来的信息 同事问她 今天为什么没有坐车 而选择不行回家 这下可把小美吓得不轻 难道那家伙时刻跟踪自己吗 不然的话 为什么连自己此刻走路回家 她都知道 小美吓得拔足狂奔 正在酒吧准备放松一下的傅田 却迎来了照片上 那个叫千寻的女学生 女生表示 收到了傅田的信息 约在这里相见的 傅田满脑子疑惑 我什么时候给你发信息了 千寻拿出手机 让傅田查看 手机上果然是傅田的流言 千寻也是热情 不管不顾直接抱过来 不料他们的动作 全部被人偷拍下来 发给了小美 小美一看 当场气得党固醇都偏高了 立刻去质问那个渣男 小美赶到酒吧 正好与准备帮千寻叫出租车的傅田 迎面撞上 场面可谓是相当的尴尬 一场争吵不可避免的 小美给了傅田一巴掌 傅田掏出手机表示 来 你也给我解释一下 手机里的视频显示 小美正和前学长相互分享彼此的口水 傅田告诉小美 自己前几分钟刚刚收到视频 你不需要告诉我 为什么要脚踏两只船吗 难道只许州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吗 说完 傅田拍屁股走人了 小美更是不明白 他们之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警方小帅通过对几位受害者查访 他发现受害者有几名是尸族女 走访时 小帅得到一个信息 有位客人表现非常奇怪 他每次过来 只是抚摸尸族女的头发 不做任何事情 有次甚至还动手 剪下一个尸族女的一缕头发 最终他们把那个人拉入黑名单 成为了不接待的客人 吵架后的小美也没心情上班了 她请了几天假待在家里 这时 她突然收到一条信息 小美打开一看 是自己的几张私密照片 从自己的穿衣和角度来看 只能是傅田拍的 对方还说 如果不支付一定费用 将把这些照片直接上传到网上 小美赶紧登陆自己的社交软件 但此时 她的账号已经被人修改了密码 无论如何也无法登陆 而此时 她的学长也打来电话 电话里 学长要求小美 立刻把那天 自己强行亲吻她的视频删除 否则 可能会走法律程序 搞她恶意诋毁自己 小美更是满脑子问号 你神经病吗 我会把那种东西分享出去吗 更让她糟心的还在后头 她的手机瞬间被锁定 并提示她 24小时内不支付30万日元 将直接上传她所有隐私资料 小美没办法 再次找到了上次那个 给富田弄手机的网络高手前夜 前夜告诉小美 由于富田手机里有小美的信息 对方通过复制了富田手机信息 破解小美的社交账号 盗取了她的个人信息 前夜告诉小美 对方这样做无非就两个目的 一 在金钱上获得收益 二 或是对小美本人非常感兴趣 不然不会那么大费周章 弄出这些事情来 前夜告诉小美 已经帮她处理完了 如果对方再发信息过来 他们很快就能定位对方位置 到时可以直接通知警方 前夜处理完小美手机 还给小美端来一杯饮料 闲聊几句 小美一口喝下 而此时 前夜直接说出了小美社交账号的密码 还说出小美曾经是有 山本梅子的名字 小美大吃一惊 你怎么会知道那个名字 随后她就趴在桌子上 人是不知了 小美再次醒来 发现自己被囚禁在 一间封闭的房间内 她的双手双脚都被吊了起来 此时的前夜也不装了 她把自己弄成了半男半女 朝着小美露出邪魅笑容 前夜告诉小美 从出租车上 捡到手机的证实她 这一件都是她精心设计的 她就是警方口中称的那个 变态连环凶手 小美突然失踪 让傅田一阵慌乱 通过原来在小美 手机上装的追踪软件 傅田发现了小美最后出现的地方 她立刻通知了警方 自己火速赶往那里 趁着前夜去挖坑的时间 傅田终于找到 关押小美的房间 手忙脚乱 帮着小美解开绳子 两人终于逃了出来 不料刚好遇到回来的前夜 前夜一棍子打翻傅田 然后准备告诉傅田 小美隐藏的一个天大的秘密 小美表示 不劳你费心 我会亲自告诉傅田 原来真正的小美 早在五年前就死了 现在的小美 原名叫山本梅子 山本梅子和小美 是从小玩到大的朋友 两人大学后 小美热衷于炒股 结果赔了个底朝天 她偷偷利用山本的身份证 借了大笔高利贷翻本 结果不但没能翻回来 还整天被高利贷逼债 某天小美带着山本的身份证件 直接撞火车自杀了 由于被撞得面目全非 警方以为死掉的是山本 所以高利贷们也无从追寻 而真正的山本梅子 整成了小美生前的模样 一直生活至今 钱也从傅田手机里 得到山本的照片 她又从山本前学长那里 得到了山本和前学长 斗地主持被学长偷拍的照片 经过对比她发现 两人的背上 在同一个地方都有三颗子 她由此推断 现在的小美 应该就是原来的山本 而原来的小美 很有可能被山本杀死了 弄明白真相后 钱也就要干掉福田 紧要关头 警察小帅杀的 两人一阵肉搏 在队长的帮助下 成功射伤钱也 并最终将其抓获 警局里 钱也对自己杀害其他几名女性 供认不回 小帅找到正在养伤的傅田 她是来还小美手机的 之前由于警方需要调取资料 被她拿走 谁知现在找不到小美了 小美辞了工作 又搬了家 傅田表示 从那天分手 再也没见过小美 傅田接过小美手机 看到小美拍下 两人在一起的照片 她马上回想起 两人曾经的美好 她来到天文馆 小美果然在这里暗自神伤 傅田抱住小美 两人决定 不计过去 共赴未来 且行且珍惜 电影结束 看完戏司机哄 手机已经成了 我们每个人的保险箱 除了银行卡密码之外 还有我们的社交软件 照片等私密信息 一旦丢失 真的后果难料 所以 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手机 上厕所都要带上 好了 电影结束 有老小伙伴们给了三连 感谢关注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